今天这个节目最后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澳洲前总理 Tony Aborto 前一阵子到印度访问 他是澳洲驻印度的特使 这位澳洲前总理 其实他在任内 也接待了中国国家主义习近平 2015年中澳也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当然这个协定 对中澳这件事有很大的影响 不过现在中澳的关系 我想方博士先清楚 这个新冠病毒的追溯的 作源的这种调查 加上澳洲跟批评 中国的侵害人权 那这种事情 还有澳洲批评 中国人在澳洲 不仅大师掠夺房地产 也参与很多政务 影响到地方选举 种种迹象显示 让中澳现在关系 几乎是水火不容 这个中国也制裁了这个澳洲很多的大宗物品 那澳洲这个前总理 这次在印度最主要就是说 他认为几乎所有跟这个澳洲有关的 中国的问题呢 完全都可以由印度来完美取代 那讲得非常白 当然可能是种政治用语 那当然也有他的意思在 你怎么样看待这个澳洲前总理 提到了印度是不是能够完美取代 中国在澳洲地位 我觉得要不是太天真 就是政治语言 因为说实在的 特别是他提到了贸易这一块 因为中澳的贸易 因为中国制裁的关系 所以有一些受阻 包括像那个铁矿 他有提到铁矿 棉花 甚至我们台湾前提到红酒 那可是这个很妙是 如果我们去看一下印度的需求 印度到底需不需要这些东西 我听说棉花来讲 那印度本身就是棉花大国 他就采棉大国 对他就自己就在输出棉花 他我不太看得出来 他需要去买澳洲的棉花 那澳洲的出口还有一项是牛肉 那这个主持人去过印度知道 印度现在大概有79%是印度教徒 那大部分是不吃牛肉了 剩牛 对那印度甚至他有一些 因为他有这个穆斯林 他可以处理牛肉 他会把牛肉输出 所以印度有一度还是牛肉输出大国 所以我们看起来这个 反正在这些品项上 澳洲跟印度是竞争的对手 然后红酒 那我在印度的时候 其实也发现 其实印度他本身就有产红酒 然后其实品质不差也不贵 所以印度物价来看 那如果说要把澳洲的红酒 我们知道这中国消费力 这方面是蛮强的 那你要有硬度来取代 坦白讲我觉得短期内也不太可能 分散一点当然有机会 但是你说要取代 我说实在看不到太大的机会 那印度本身是弱农业的大国 他的这个印度他们还蛮喜欢喝牛奶 他们本身就产牛奶 这些东西都有 那这个又跟澳洲奶粉 这个又冲突到了 所以我不太知道这个 那个前总理他的论点是什么 可是如果从这些品项来看 我觉得不太容易 坦白讲不太容易 因为澳洲输往中国的这些部分 其实印度本身都有 或者它是一个竞争的地位 那第二个我觉得 当然他这个文章 它是有点诉求的味道 我觉得他也是在呼吁印度 不过我们看到稍早印度 他其实退出了RCEP 那很多人在谈说 印度退出RCEP的原因里面 当然中国因素是一个考量 但我自己的观察 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蛮大因素 是印度内部的保护主义色彩 没错 那这个保护主义色彩 它就是甚至到现在 我们看疫情期间的时候 这个莫迪总理提出了一个 自力更生法案 他是希望说 印度自己提高生产力 就有点像我们过去 这个所谓 这个生产替代进口那个概念 所以他印度这个本质到目前为止 我们刚才提到他1991年开始 所谓经济改革 这个对外开放 可是他现在为止 还没有完全开放成 所以他对于很多外来的这个品项 他要么克了很高的关税 要么他就是持续所谓的 这种比较保护主义的这个态度 那加上印度他的很多的政策 一直在调整跟改变 所以我觉得以目前这个时间点来看 印度跟澳洲之间 这种经济合作是有问题的 那第二个我觉得 这个是可能外面一般比较少去谈的 我觉得我跟几个印度朋友谈过 他们对澳洲还是有一点点的不信任感 虽然说最近印太战略合作很多 可是主持人一开始提到了 四方安全这个对话 这个跨的 那跨的其实最早是在2007年就成立了 没错 对可是最后为什么没有 澳洲退出了 所以我跟印度人在谈的时候 他们会他们就会开玩笑说 那我怎么知道 会不知道澳洲又来一次 澳洲也是一样要有这个民主选举国家 那万一你又有一个政府 又不同的概念 那你又抽手 那我在这边 剩下我一个人 因为这些国家都 除了日本跟这个中国有海洋边界之外 真的跟中国 围堵中国里面第一线就是印度 没错 到时候是印度要面对第一个压力 所以印度在这方面 他其实比较小心 甚至虽然我们看到 印度跟澳洲 他们也签了这个后勤补给的协定 可是我们知道澳洲 他主要的兴趣 其实在南太平洋 那印度主要的兴趣在印太 这个所谓印度洋地区 所以他们两边真的要合作的 说实在的 不管是战略上或经贸上 我觉得并没有说想象中那么契合 这个都是我比较保留的地方 就是说重叠性比较少 就是说共同意义也比较少 所以你要合作的意愿又比较少 加上澳大利亚前一阵子 你想本来安倍 日本所谓安倍提出 跨了四方会谈里面 他不愿意加入 我相信也是大概是美国 我压着他压着澳大利亚加入这个 四方会谈 所以是不是 不过印度跟澳大利亚 现在是有所谓的这种安全机制的 这个形成 那当然一个关注在印度洋 也关注在南太平洋 那你觉得就跨的这个东西 包括澳大利亚跟这个印度 还有日本跟这个美国 那你前一阵三月份已经有视讯对话 今年稍后下个月马上联合国大会就举行了 这个拜登也提到了 布林肯 美国国务卿也提到了 可能九月份再会利用联合国大会 在华府四国元首来坐下来 面对面的会谈 你觉得这样子的 这一个会谈 对美国为首的印太联盟 是不是有帮助 然后在阿富汗情势之后 是不是会让美国重新reset 整个印太联盟的机制 我觉得确实需要reset 因为本来在今年 这个首度的视讯高峰会的时候 我们回想一下 他当时提出一个实质的合作方向 就是生产疫苗 当时是说要生产10亿剂的疫苗 提供给印太国家 那当然很好 这个就是他等于一个比较实际的作为 可是后来印度爆发疫情 很不幸爆发疫情 所以他整个这个 这个基本上就已经完全 就已经不见了 delay掉了 那这个前面的计划还没做出来 那现在又有阿富汗问题 那肯定阿富汗一定是最近的焦点 那可能这个 当然不是说用军事的方式 但是我想必须要谈的是包括 比如说难民的安置 以及这些后续的问题 怎么去处理 包括要不要成立塔里班 承认塔里班的政权 或者说要怎么方式呢 去跟他做交流 我想他们这个会有一定的共识 那这个就会 本来印 四方安全会谈 主要我们看到 可能好像是以 这个遏制中国为主 那现在看起来 就是说他太多事情要去分身了 那加上我刚才讲的 印度他要不要站上第一线 他觉得这个 好像他蛮吃亏的 你们三个都离中国 还有一段距离 就是我一个人在抗 边界问题之后也是我解决 你们也没来帮我解决 那所以我觉得除非他们有更实际的东西 我这个第一个 我觉得是不行 但是第二个我倒是觉得 我们可以观察 因为过去一直在谈 就是跨的要不要变成跨plus 没错 就是邀请其他国家 那现在看起来 有些欧洲国家是有点兴趣 那像法国英国 他们可能 特别像英国脱欧之后 他也必须要有自己的 所谓的外交政策 那他们的军舰都 前一阵子都派到 这个远东地区 这个南海这边过来了 那韩国是不是要加入 当然他韩国是有点保留 像这种我觉得 可能也是会个新的议题的焦点 那这个加进去之后 可能如果真的有比较实际的做法 那这个跨的他就会比较 说实在会比较有具体的这个影响力 否则他就是一个会谈而已 就是说外交官常常在谈 就像你刚才提到 联合国会议也可以谈 G20也可以谈 很多会议都可以谈 但是你把这些国家特别集合起来 能不能谈出特别的东西 上次是有谈出这个疫苗 这种特别东西 那未来是不是有新的东西可以出来 可是即便你谈出新的东西 你可能跟我刚才提到 跟原来以这个遏制中国为目的的 这个东西就可能又不太一样 他上次疫苗是有这个味道 因为他是希望用印度疫苗外交 来跟中国抗函 可是看起来阿富汗问题 好像中国有一定的角色在里面 那有没有办法说排除中国不进来 哪来谈 我觉得不太容易 比如说印度他现在是 刚好是安理会的这个轮值国 那印度他就有召开了这个阿富汗的会议 那可是中国是五长之一 你不可能叫中国不来 你可以不邀请巴基斯坦 可是你没办法不让中国进来谈 你也不可能不让俄罗斯进来谈 那所以这个 我觉得也多或多或少会冲击到 这个所谓跨的未来 就这个这段期间 他的这个影响跟凝聚力 我觉得会受到影响 这个国际县市啊 这个地缘政治啊 这个变化莫测 我听了就方博士提到了 已经想到了很多议题可以聊啊 不过这个跨的未来发展 是不是就这个方教授提到的 怎么样发展 其他国家要不要加入啊 那当然因为这个时间有限啊 今天这个节目 我没办法谈论很多 那我其实我也希望留个影子呢 希望让大家知道一下方教授谈印度啊 这个未来还有还有时间可以谈 包括印度的很多政局的发展啊 情势我想很多人也想知道 还有中国印度的发展 印度人在中国又怎么样 还有就台运 为什么在过去20年30年慢慢发展 而且发展有限 但是又有进展啊 所以很多地方可以谈 很多事情可以谈 我们节目受时间的关系啊 今天这个节目就就必须在这跟打个打个结 暂时打个结 所以我希望观众呃 希望我们这个印度的这个系列专利报导 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观看这个方教授 方博士方天使讲印度 这个天使谢谢你 谢谢组织人 谢谢各位观众 谢谢谢谢你 今天这个这个德海跨洋跟我空中 谢谢 我们今天的明镜电视 明镜火拍的人物专访谈印度啊 就到到时暂时告一段落 我们还有续集 请各位观众继续期待 我们今天节目到此结束 拜拜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www.mingjinnews.com 推特atmingjinnews 脸书